Y1金像奖大导演李安跟派拉蒙影片公司最新剧作《双子杀手》 要在10月11号在北美院线隆重上映 本片中威尔史密斯在电影里一人分饰两脚 电影导演李安更是采用了最高规格拍摄 他非常重视电影的参与感 试图改变人与电影的关系 让观众不只是看一个故事 而是透过更真实的画面和剧中的角色产生共鸣 由威尔史密斯领先主演的这部动作冒险片 不但由好莱坞亚裔演员黄凯旋共同演出 并且通过破天荒的视觉特效 威尔史密斯同时分饰年轻时的神秘探员 被派来追杀自己 其实《双子杀手》的剧本存在已久 最早在1997年时迪士尼便有意拍摄 可惜当时的技术还无法让同一演员 在大荧幕上以两种年龄样貌出现 此次颠覆以往的视觉特效 结合3D电影技术 再加上电影本身的科幻动作设定 都让人更加期待 说不定会是未来3D令人眼睛一亮的表现 三度融合奥斯卡基像奖明导演李安 是全球最受人尊重 屡获殊荣的电影导演之一 他的作品包括上年派的奇幻旅程 断壁山 卧护藏龙 理性与感性 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等等 李安导演想因镜头传达出的故事远超过语言 又更侧重人物的情感较为细腻的部分 未来3D电影规格 画质清楚细腻 景深层次分明 大荧幕上主角超逼真 超有临场感的视觉体验 让你清楚看见演员肌肤纹理 仿佛伸手便能摸到它的秀摆 这样宛如至深电影实际场景的观影响宴 究竟效果如何 就得让观众亲自走进电影院体验了 中天中望 郑立报道